民國五十一年正式開幕使用的倒落黨市長 因為年久失修七月底暫停英文 並且使用市長十倍都尾起來 臺民伴上無法繼續做生意必須要報出來 不過因為這個黨市長是一座高見到 所以他們去到這麼多文化主宣團體關心 大家連續表示黨市長有一定繼續保存活化的機會 不應該只能有貼圖改建的選項 當時黨市長因為有安全上的議論 立為危險建局 臺民的團長也因為合約到七月三十一號就告知 也已經都發照 不可以再在這裡做生意了 你公司也一定將市長貼圖改建 不過對處有未就文化主宣團體也更關心黨市長的未來 它是在戰後的首座示範的市場 就是當時因為有美元的進來以後 那它結合了我們的環境衛生的單位 再加上美國駐台的一個單位 然後指定了就是由東市場 這個部分來做示範市場 現在來到黨市長可以看到 政府兵都已經從尾起來不可以出入 剛才黨市長自治會認為 建局部應該只需要補強無貼圖必要 文化主宣團體也表示 立民其實有這麼多東西非常有卡式的設備 大家繼續保存活化 在二樓的部分我們會發現 它是一個太子樓的形式 那這個太子樓的形式 那這個太子樓的形式 一般我們在早期可能是 在日治的建築裡面比較能夠看得到 那它是一個RC鋼構的一個建築 可是它擁有一個太子樓 那這個太子樓其實它就是要 解決我們陽光跟空氣的一個對流的一個設施 所以我覺得說 它在當時算是51年的時候所蓋的 但是在當時呢 應該算是一個很摩登的一個建築 當市長能夠繼續存在 其實和酒餅的三次 中央市長頂頂頂最款 可以增加密切的關係 最早的一場市場是在中央市場 它是1907年蓋的 當時叫斗六市場 那後續呢 第二市場就是我們的東市場 那第二市場的東市場 我們推斷大概1928到1933年所建立的 那到接下來第三場市場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西市場 那西市場那時候 因為中央市場比較小 所以它變成在擴建 變成第一市場的分場 你從火車站下車以後 你可以經過西市場 然後再經過中央市場 再經過再來東市場 所以沿路大概不到600公尺的一個距離 那你可以看到不同建築的樣貌 跟長明生活的一個形勢 菜市場對每一個人來說 都有一份認真美的記憶 文化祖三團體希望能夠 做到柏尾市場 活化再生的成功案 讓市場更有一個新的可能 找回來大家最有我們的生活印象 記者台語差不多